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但更离谱的是 他可能成为第一位在监狱里上任的总统 2023年4月4日 特朗普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出庭受审 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 每项最高可判4年监禁 如果这些罪行都成立 那么刑期高达136年 特朗普当然不会认罪 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检方指控是非法阴谋的一部分 都是为了破坏2016年选举的公正性 特朗普的出庭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激烈争论 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法院附近发生了口角冲突 互相指责和嘲讽 此时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他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所以更加团结在他身边 而特朗普非常擅长利用混乱局面 将法庭斗争和政治对手之间的界限模糊化 以影响公众对他被捕的看法 所以他的竞选团队必用这次起诉作为筹款机会 吸引了更多的捐款和支持 所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借此机会 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 并宣布将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 也就是说 特朗普不但没有因为桃色案失去竞选机会 反而因此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支持率 此时拜登也是非常无奈 本身特朗普被指控的事情 就与拜登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拜登曾经承诺要打击腐败和恢复法制 所以他任命了一位独立和公正的司法部长 并授权他对特朗普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调查 拜登本以为这样可以把特朗普送进去 并且消除他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但是事与愿违 特朗普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更加嚣张和挑衅 他不断地抨击拜登政府是假总统和假政府 并且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赢家 他还利用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巨大影响力 不断地散布谎言和阴谋论 煽动他的支持者对抗拜登政府和司法系统 他甚至还宣布要再次参加总统竞选 并且自信满满地说自己一定会赢 此时拜登非常尴尬 如果他对特朗普保持沉默 那么他在别人眼里就是软弱无能的耸包 如果他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或批评 那么他又有滥用职权干涉司法的嫌疑 所以无论他怎么做都对自己没好处 而且更让拜登无奈的是 特朗普真的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 因为根据美国宪法 特朗普符合竞选条件 并且美国宪法没有说明 必须是清白无罪的人才能参加总统竞选 如果最高法院判定 特朗普仍然有资格参选总统 那么拜登就要与一个坐牢的前总统进行竞争 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将无法进行正常的竞选活动和辩论 也无法与选民直接接触和沟通 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巨大影响力 以及自己在共和党内部和基层支持者中的强大地位 来动员和激励他的支持者为他投票 而拜登就难了 如果他过于温和或同情 那么他可能会被认为是软弱或背叛 如果他过于强硬或嘲讽 那么他可能会被认为是残忍或不尊重 如果最高法院判定 特朗普没有资格参选总统 那么拜登就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危机 那就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能不会接受这个判决 并且发动更大规模和更暴力的抗议和反抗 我们都还记得2021年1月6日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暴乱事件 当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试图阻止国会确认拜登的胜利 并且导致了五人死亡和多人受伤 如果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并且更加激烈和广泛 那么美国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内乱和动荡 如果特朗普在狱中当选 那么一切将会更加魔幻 他将被视为美国政治制度和民主法治的耻辱 也呈会为全世界的笑话 无论如何 特朗普被起诉一事 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步他不仅展示了美国司法系统对前总统的审判能力 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特朗普的分裂态度 特朗普虽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但他仍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竞选资本 他或许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来巩固自己在共和党内部和基层支持者中的地位 甚至重新夺回白宫 但他也可能因为这次危机而失去更多的支持和信任 甚至被送进监狱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审判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